他们在罗马琳达待了之后 他们又到了下一个地方 这个是在雷东诺海滩附近 他们要去见一个人 在匆忙的海滩街道边上 他们找到了他们要见的人 好 这位戴墨镜的大姐呢 她这个是加利福尼亚雷东特海滩 这边的蓝色区域项目的一个负责人 前面我们讲过了蓝色区域 蓝色区域就是指在全世界 大概有六七个地方 那里的人是最长寿的 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几个地区 我们把它们称之为蓝色区域 这是我们还是再要讲一下 这个蓝色区域是什么东西 蓝色区域呢 是在2005年的时候 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的一个封面 发表的这个文章 这个作者呢是Dan Bertner 这个Dan Bertner呢 他是考察了世界上的几个地方 他们这些地方的里面的人呢 是寿命最长的 最长寿 最健康的几个地方 这些有日本啊 意大利啊 格斯达利加 希腊 以及我们这个次节目里面 介绍的这个加利福尼亚的罗马琳达 那么这几个地方呢 被称为蓝色区域 蓝色区域这个词语也是这个作者Dan他自己发明的 然后呢 他还把这个蓝色区域这四个字呢 注册了一个商标 然后呢 他这边还运行了一个项目 就Project一个项目 叫蓝色区域项目 这个蓝色区域项目呢 他就是宣传和介绍 在世界上这些比较长寿的地区的人的这个生活饮食 他们是长寿是有什么秘密 有什么秘诀 把这些东西呢 介绍给美国和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运作了这么一个项目 估计大概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非盈利项目 然后我们画面里看到的这个戴墨镜的这个大姐呢 他就是这个蓝色区域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我感觉好像跟这个Dan大概是夫妻老婆店的关系 在美国呢 一般夫妻两个人 运作一个非盈利的项目 建一个非盈利组织 这种操作是比较常见的 有人说你搞这个非盈利的组织 又不赚钱 有什么好处啊 有好处 有大大的好处啊 因为在美国这个税收啊 这个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你有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那你这个很多的一些你像你一些生活开销啊 支出啊就可以打到这个非盈利组织里面去 就作为这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个支出一个开销 然后呢 你有这个非盈利组织呢 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受四面八方的各种捐款 大家知道因为美国这种比较严啊 你没有什么名义 没有什么名目的话 你是不能够随便接受别人的钱的 如果你随便接受别人的钱 会查到会有麻烦 但是你有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说人家捐钱是为了支持我这个非盈利组织 为了支持我这个视野 那就说得过去了 所以像美国总统啊 还有美国总统夫人啊 你看什么比尔克林顿啊 什么的 克林顿 或者他老婆搞一个非盈利组织 对吧 人家讲起来 我是给他老婆的非盈利组织捐款的 那这个里面这个千丝万里的联系 我们这边就各自去想象了 所以呢 在美国这种非盈利组织非常多 各种各样的 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各种各样的名目 都可以建立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建立起来也比较方便容易 那么反观中国 在中国这种非盈利组织 这种民间组织就比较少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这个规章制度呢 给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设立呢 建立一个很高很高的门槛 必须要达到 比如说注册资金要几百万几千万 才能够去建立 所以在中国能够建立一个 非盈利的这种慈善组织是很难的 也只有像李连杰这样的牛人才能够好不容易 才建立一个李连杰那个益基金 你看看 只有这么牛的人才能搞得定啊 其他的人 也想搞一个非盈利的慈善组织 那是难得不得了 好 我们这边讲到这个事情就顺便的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非盈利组织 其实有很多好处 在有时候可以给你的这个事业提供很多帮助 它可以规避掉很多的问题 当然中国和美国情况还不一样 我们这边顺便就介绍一下 然后画面里的这个墨镜大姐呢 就说了 Dan啊 Dan Dan这个人也就是这个蓝色区域的 这个发明人啊 他这个是这个名字是他发明的蓝色区域啊 Dan 估计大概也是他老公吧 这个Dan呢 他说他说Dan是一个冒险家 他是冒险家来的啊 他呢 而且是 环球的这个自行车 环球自行车比赛 有三项世界纪录啊 这个家伙也是喜欢 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所以他还搞了三个世界纪录啊 也挺是一个运动达人 这个Dan呢 他对这个世界上哪些地方的人寿命活得最长 活得最健康 他对这个事情呢 非常的好奇 很感兴趣 然后呢 这个Dan呢 他和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呢 进行合作啊 作为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议员啊 然后去调查了世界上的主要是五个地方 五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地方 这个五个地方的 他这些人的寿命呢 大概要比我们普通这个美国地区呢 平均要寿命要长 要长大概十到十二年 就是说这五个地方的平均寿命 比美国的平均寿命要长 十到十二年 那这其实呢 不光光是研究这个寿命活得长 而且是研究寿命活得长 而且是要活得很健康的那种长 寿命长 长出来的 而且是要很健康的 很有生活质量的那种 这两个老头呢 Leon和Eon呢 就来到了这个 充满着这个棕榈树和鲜花的一个 一个家庭 嗨你好 见我是Leon 哦Leon你好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嗨很高兴见到你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Erik 我是Eon 你们好你们好 快快进来快快进来 你们这些蓝色区域的这些人 也就是说 乐中于蓝色区域这样的理念的 他们把他们简称为蓝人 小蓝人 你们这些蓝色人 蓝色人 你们能不能谈一谈 你们的这个理念和介绍一下你们的生活方式 好的好的我来介绍一下 好然后呢画面里这个金色头发的这个大省呢就介绍了 这个蓝色区域呢 你看我这个瓶子啊 你看他们因为他们是他金色 金色头发的这个金发大省呢 他也是这个蓝色区域的一个参加者 参加者 然后呢你看他们有专门的喝水的瓶子 他们这个瓶子上面呢就写了这个蓝色区域的几个 power nine 就是九个 这是他们总结的九个健康长寿的秘诀啊 九个健康长寿的秘诀写在这个瓶子上面 这九个秘诀呢就是国家地理的那个作者 Dan他是寻访了世界各地最长寿的地方 总结出来的这九个啊健康长寿的秘诀 第一就是自然的行动 也就是说要多出去散步啊走走啊多走走 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散步的小团体 他们在一起走路散步的小团体 这些人呢称之为more 这个more呢 这个more呢就是那些有着相同理念的 他们都有着相同理念 都认可这个蓝色区域的这种健康长寿的理念的人 他们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然后经常的呢进行一些室外的活动啊散步啊做操啊之类的 第二个秘诀就是目标 也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性 要有目的性 比如说你每天早上起床醒过来 那你就生活中带有目标 有目的性 你知道你想做什么 你想要什么 就好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一句话啊 事件要知道目标 你不知道目标你在那那里练习拉工 拉工练得再好也没有意义啊 这就是目标 就是说你生活要有目标啊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年纪大了之后生活漫无目的 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因为活着为了活而活 那这就不好了 也就是说他调查下来呢 一个人生活要有目标 那就可以让你活得更长 大概可以平均多 可以有七年更好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寿命可以增加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目标 其实目标没有好坏了 就是说你生活要有目的性 要有目的性 不是那里躺在那里 我不知道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 没有目标 那样子生活就很难散 所以你每天能够让你积极的眼睛一睁 就马上从床上爬起来 那是因为你有目标 你有目的性 你才能这样子 如果一生活漫无目的 也醒了之后还是躺在床上 那这个就不行了 第三个秘诀 就是释放压力 Dounshift 让你的这个身心 每天都要抽出一个时间 让你的身心的压力释放 各种压力全都释放 这个就是类似于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提到的 一个叫禅修 禅修也是一样的作用 让你整个身体 这个心灵和身体压力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第四个秘诀 就是80% 或者叫八成饱 在你吃东西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只能吃到八成饱 吃到八成饱了之后 就必须要停 必须停 每一餐都要这样 吃东西只吃到八成饱 这样才能够长寿 这个吃八成饱 这个其实是符合 我们之前的根据科学研究下来 这个热量限制的原理的 就是说吃了八成饱 吃到七成饱 你一个人才能更长寿 更健康 在这里也印证了这一点 然后第五个就是要多吃素食 多吃素食 在我们介绍的这个蓝寿区域的五个长寿地区里面 这五个长寿区里面 只有我们这期视频里面介绍的这个罗马琳达 那边是一个纯素食主义 是纯素食主义 其他的另外几个四个地区 日本啊 哥斯达利加 希腊 这些另外四个地区呢 都不是纯素的 他们也吃肉 他们也吃肉 只有这个罗马琳达这里呢 是纯素的 但是呢 他这里讲的这个 多吃素食呢 不是让你玩玩 并不是指必须完全的吃素 一点肉也不吃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让你在日常的饮食中 尽量呢 多一点的这个蛋白质来源呢 从素菜中 从豆类 素菜 水果 从这些地方来摄取这个蛋白质 那么 而不是很多的从肉类里面摄取 也就是说尽量多的 从这个素食里面摄取蛋白质 那也不是说不吃肉 肉也可以吃 就是少吃一点 然后他这里讲到第六个 第六个秘诀就是在下午五点钟的之后 喝红酒 哈哈 这个 这个 我保持我的看法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喝酒是不利于健康的 他这里讲到 他说在下午五点钟要喝红酒 那么他这个 这个金 金发大审说呢 他 在这边经常有一个每个月都有聚会 都有聚会 然后呢 大概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这些同好之人呢 就会聚到一起 大家呢 在那里喝喝红酒 聊聊天 讲讲话 那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 这个西方 这种老年人 他的生活 他非常讲究的一个社交性 非常讲究的社交 和社会中的一个交往 参加一些组织 大家讲讲话 这次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值得 中国地区的这个人们学习的 不像中国人回到家之后 吃完饭 一扔沙发上一坐 就看看手机 刷刷手机 也不出去跟人家讲话 也不出去交际 然后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 关在公寓里面 对面 对面的人都不讲话 这种事 我觉得也不太好 我们应该要 像这个西方的学习 这些好的 就生活中要多一些社交 不是坐在那里刷手机 刷手机 而是面对面的 大家一起 喝喝酒 喝喝红酒 聊聊天 讲讲话 或者喜欢做运动的 聚到一起 一起做一些运动 散散步 这个 你看到 我们在这几期的视频里面 反复的多次的看到 西方生活中 他们对这个社交的看重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聚会呢 大概每次都在不同的饭店里面 在不同的饭店举行 然后呢 都是这个蓝色区域的这个爱好者 他们在 大概在下午五点到六点的这个时候 就聚在一起 差不多也是吃晚饭的时候嘛 所以我在之前的一个节目里面 之前的视频里面讲到 这个晚饭 它是具有一定的社交性的 我们要很好的去利用这一点 然后五六点钟聚在一起 喝喝红酒 聊聊天 吃吃东西 那因为他们都是同道中人 他们都是有相同的理念的 所以他们聊天讲话 能够谈到一起 能够讲到一起 我们中国也需要更多的像这种把同样的理念的人 讲一讲 这才是生活 第七个秘诀 就是重属 重属 属于 就是说它这里就是讲 每一个人都是重属于某一个宗教组织 它这里讲的天主教 基督教 什么佛教 都可以 就是说你的心灵 它有一个归属 有一个重属 你有你一个信仰的一个归属 那么这个这样的 这样的其实也是 这是他们总结出来的 这个第七个常受秘诀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不是去讲这个宗教的对于错 而是这样子 你属于一个社群 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的一个社群 互相之间会有交流 会有交际 人和人之间的交际 对常受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有了这样的组织 而且这样的组织呢 这里面的人都是非常乐心的 参加过类似的这些组织的人都会知道 我们不讲宗教的成分 我们只讲这些组织里面的人和人 人和人之间都是非常乐心的 乐于助人的 非常乐情的 你一旦融入了这样的组织 你也会感到身心很愉悦 确实会让人感到很舒服 我们抛开这个宗教成分 我们只讲你成属于这样的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宗教团体 它是有这些好处的 他说有些这样的宗教团体里面 它也是有一些冥想和禅修的 有些有有些没有 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调查 发现如果你是隶属于某一个宗教团体的 这样的平均统计下来 你的这个寿命往往是更长 后面呢 还有两个理念 一个呢就是家庭优先 家庭放在第一位 好 然后最后一个第九个秘籍 就是正确的团体 怎么说呢 就是说把你自己加入一个正确的一个社群里面 也就是说你和你和把自己和有跟你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相信相同的理念 去为相同的人 你要跟这些人在一起 那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是比较注重健康的 相信这个抗衰老 相信长寿的 那么你就把你自己尽量多的去跟这些 同样也是相信长寿 注重健康 相信抗衰老的这些人 在一起去跟他们进行更多的社交 而不是跟那些跟你理念不一样的人去社交 不要 要跟你理念是相同的人 进行多一点的社交 去融入他们的圈子 或者说 把自己和他们融在一个圈子里面 这样你就是加入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团体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有时候你自己没有注意的 哪些不利于健康的事情 你的这些朋友 因为他们也是注重健康 也是注重长寿的 那么他们有时候跟你聊天啊 讲话就会提醒你 我这样做挺好的 那样做挺好的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是把自己融入到一个跟自己有相同理念 相同信仰的这么一个社交群体里面去 这也是第九个秘籍 然后呢 确实是有很多 那个研究发现 然后这样的社交联系 越是紧密的人呢 他们的平均 这个寿命呢 也更长 然后呢 就介绍了一下 这个蓝色区域呢 一个呢 就是加利福尼亚的罗马琳达 就是我们视频介绍这地方 再一个呢 就是日本的冲绳 再一个地方呢 就是哥斯达尼加 也是这个美洲的一个地方 一个呢 就是意大利的萨迪尼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希腊的一个地方 总共全世界这五个地方 是最长寿的地方 然后这个金发大省说呢 他们就说了 这个金发大省呢 他带着他的老公呢 去了这几个 世界上最长寿的地方 为什么呢 他说那个六七年前的时候 他老公他说 我已经82岁了 我那个健身房 我去不了了 我动不了了 我不能再去运动了 但是呢 这个金发大省觉得 他需要他的老公 他不希望他的老公死掉 如果他的老公不再运动了 那么他就会 他老公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 然后就会死掉 然而他呢 需要他的老公 不想他老公死掉 所以呢 他就带着他的老公 到处去转转 去这些世界上 最长寿的地方 去看看 这也是变相的一个 带他出去活动活动 运动运动 阳光和沙滩 拍打着 雷冬冬的海滩上 喜欢游泳的人们 在海浪里冲浪 两个老头在讲话 他说 其实我并不害怕死亡 我只是不喜欢 在死之前 会有一长段 非常难堪的 不能治理的 痛苦的 疾病缠身的 那一段时间 你觉得那个 大胡子科学家怎么样呢 他是不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比较 我觉得这个科学家 还是挺靠谱的吧 还是一个挺靠谱的科学家 这个好的健康呢 是可以促进和导致长寿的 好的健康呢 是可以促进和促使长寿 但实际上呢 这个好的健康 才是实质性的 最重要的东西 有了好的健康之后呢 你这个延长的生命 延长的生命才更漂亮 才更有意思 才更有味道 才更有价值 然后呢 你要从属于加入 属于加入一个社群 加入一个社群 都是爱好健康长寿的社群 加入一个社群 然后一起长寿 一起活到一千岁 然后有这些同样理念的人 可以陪伴着你 一千岁